他說星座也是一種統計學 你會知道說這個人進來了之後 同樣很個性類似 他才能相處得好 所以你會發現真的他們那個科 他的留任率是高的 他的環境是好的 所以老師他們的命盤也是 其實命盤也是很久以來的統計學 所以他會知道說這個人 他可能有沒有可能 在這個環境裡面待下去 以前都說命盤 現在改名而已 這樣就說大數據 大數據 現在大數據就很威人 你如果跟說 這個老闆都用大數據來分析市場 你沒去覺得這老闆前途無量 其實他的大數據就是古老的大數據 所以有時候你把他冠上那個名詞 你就會覺得你怎麼會信這個 其實不一定